契丹族起源于中国东北,经过发展建立了同时期内,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帝国、辽国,最终却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,而契丹人也不再是历史上的一个强大帝国的统治者了。 那么,契丹人变成了如今的哪个民族呢?下面,请大家跟着一关历史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一关历史带你一起了解历史真相。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,有一个民族让北宋朝廷头痛不已,他们被称为契丹,然而,你也许不会相信,这个神秘的民族与现代的中国有着深刻的关联。 他们的故事跨越了时空的界限,承载着无数的谜团和历史的奥秘。 契丹族建立了以大辽为中心的强大帝国,他们的领袖耶律阿宝基,以其勇猛无敌和智慧超群而闻名于世。 然而,随着历史的长河流转,契丹族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随着时间的推移,大辽帝国逐渐衰落。 而契丹族逐渐融入了中原汉族的文化圈,他们与汉族人民的交流日益频繁,文化、婚姻和商业的纽带使得两个民族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。 在元代建立后,契丹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一起成为了中国的一部分,逐渐融入了中原文化的怀抱。 然而,契丹族并未在历史舞台上消失,他们的血脉仍然延续至今。 契丹的起源与日渐强盛。 公元960年,太祖赵匡印建立宋朝,史称北宋,在统一了长江以南之后,北宋开始了夺回幽云十六州的努力,战争断断续续进行,历经了太祖、太宗、真宗三个皇帝,才基本终结。 但是,太祖的遗愿并没有实现,幽云十六州没有回归中原王朝的怀抱,北面的辽国仍旧把持着南下的重要通道。 此后一百余年,辽国始终牢牢地压制在北宋的北部边境。 如此强盛的辽国,其主体民族契丹族,却是从一个小小的部落开始,经历了无数坎坷,最终才成为了雄聚北方草原霸主的。 契丹,这个名称,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四世纪,当时,中国处于南北朝时期,东晋偏安江南,中原地区为五湖相继统治。 契丹族的发源地,大致在现在的内蒙古赤丰境内的希拉木伦河一带,距离东晋非常遥远。 所以,关于契丹的记载,最初并不是出现在晋朝的文献里,而是出现在当时朝鲜的文献中。 关于契丹族的民族成分 有匈契奴分支说和鲜卑分支说两种说法,至今没有定论,比较确定的是,无论是匈奴分支,还是鲜卑分支,契丹这一族都具有益于其他民族的不足习俗,可以当作一个独立民族看待。 契丹这个名称的含义,主流的说法是钉铁的意思,此外还有切断、刀剑、寒冷、草原、沙漠或与森林等多种说法,不翼而足,公元四世纪,匈奴、鲜卑、杰、枪,第五个主要的胡人部落,相继在中原一带建立政权,史称五胡乱华。 这一时期,关于契丹的史料比较少,契丹露面的时候,多是附庸于某个大部落出兵作战,还没有能力建立自主的统治政权,随朝统一中国后,二世而亡,轮到唐王李渊坐江山。 到了这个时候,契丹的史料开始多了起来,但是,这个民族的处境依然艰难。 虽然匈奴、鲜卑等民族大多衰落,但是崛起的突厥成为北方草原的新霸主。 老牌的高沟黎也依旧实力强劲,地理位置夹在两者之间的契丹日子还是不好过。 好在不久以后,契丹的贵人李世民出现了。 稳定中原以后,李世民多次对北方用兵,沉重,打击了突厥和高沟黎的势力。 客观上帮助契丹减轻了外部环境带来的压力,自唐玄宗李龙激起。 历代契丹部族首领开始接受唐朝的册封,晋郡王爵位,并次姓李。 从此以后,契丹作为一个获得官方认可的不足,开始日渐强盛。 大辽的剑里,辉煌与衰败。 此后一段时期,尽管仍然不断受到唐朝,回合地敲打,但是契丹已经不再是那个只会被动挨打的小部落了。 契丹开始向东北方向扩张,很快征服了市围。 西等部落,契丹的势力突飞猛进,唐朝晚期,契丹向南用兵,进攻唐朝的幽州、冀州一带。 当年的小弟,开始向大哥动手了。 公元906年,契丹的耶律家族通过多年运作,渐渐把控了整个契丹部落的统治权。 转年,家族首领耶律阿宝基称可汗,成为契丹的最高统治者。 耶律阿宝基称汉后,意图改变契丹族传统的可汗推举制和任期制。 此举遭到了家族内外的强力反对。 耶律阿宝基凭借自身实力和妻子一族的相助,平定了各种反对势力,完成了契丹部族形式上的统一。 公元916年,耶律阿宝基称皇帝,建立大契丹国,后使尊其为辽太祖。 此时,据宋太祖赵匡印出生还有11年,在此后的150年间,耶律阿宝基建立的国家名称在大契丹和辽之间反复横跳多次。 到了公元1066年,才最终定名为遥,遥国统一了北方草原后,开始对中原用兵,后唐末期。 在石敬堂的孝敬下,遥国获得了幽云十六州的广大土地,打开了南下中原的道路。 此后不久,遥国的军事力量一度占领河南开封。 差一点实现入主中原的大业,北宋建立后,太祖、太宗两代皇帝试图夺回北方师弟。 太宗赵光义北伐辽国,被辽国大败,重见而回,北宋自此失了锐起,也永远失去了夺回师弟的机会。 此时的遥国,东起日本海,西至阿尔泰,北达俄尔古纳河,南抵河北省中部,称得上浮原辽阔,务赴民风。 同一时期,欧洲还处在黑暗的中世纪,中东的阿拉伯帝国四分五裂,美洲的印加帝国还没有成形,放眼世界。 再也没有一个政权可以和辽国相抗衡,契丹民族,走到了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刻。 好花不常开,好景不常在,踏上顶峰的契丹民族,开始慢慢地走上了下坡路。 从民族内部来说,安逸的生活磨灭了契丹人英勇善战的斗志。 海量的财富让契丹人不惜命的精神发生了彻底的变化。 从外部环境来看,与西夏的战争,一直消耗着辽国的国力,与此同时在更加东北的方向。 兴起的女真从背后重重地捅了辽国一刀,对文弱的宋朝和暴虐的西夏。 辽国还有实力压制,可是面对比当初的自己还要凶悍的女真,辽国没有丝毫办法。 原自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族完颜氏。 在首领完颜阿古达的带领下,仿着当年耶律阿宝基的模式,一路向南,仅用十年时间,就灭掉了不可一世的大辽国,建立了金国, 新野薄烟,王野忽烟,辽国的主体民族,契丹,就此又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。 契丹族的消亡与后裔的四散 辽国灭亡,契丹族仍旧在历史上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。 当时,辽国皇族耶律大使领兵在现在的新疆、中亚一带作战,听闻辽国五经禁失,皇帝被掳,设计被毁,心痛欲绝,散落在各地的皇族中,以耶律大使的实力最强。 因此,耶律大使在驻军地重又建立辽国,并获得其他多数皇族的承认。 为了与已经灭亡的辽国加以区别,耶律大使的辽国被后世成为西辽,西辽立国八十余年,也曾强盛一时,后被蒙古所灭。 西辽灭亡后,于布西迁,在波斯的克尔曼建立了启尔曼王朝,史称后西辽,1306年被灭。 西辽和后西辽的这一支,前者与中亚的吉尔吉斯族融合,后者与伊朗的波斯族融合,不再使用契丹作为单独的民族名称。 金国灭辽后不久,后院起火,曾经被契丹兼并的视为部族逐渐壮大。 成为了后来的蒙古一族,蒙古循着女真当年的模式,开始南下灭金。 许多辽国遗留的契丹皇族,贵族加入了蒙古的军政队伍,神雕侠侣里的耶律储才,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,加入蒙古部族的契丹人,慢慢地与蒙古族融合。 不再使用契丹作为单独的族名,这些人开始居住在赤丰、通辽一带。 后来随着蒙古军队的四处征讨,遍布全国,留在东北一带的契丹人。 融入蒙古族的部分分布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,以及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共和国。 另外一部分被后金女真人同化。 融入了后来的满族,其中两个主要的士族,一个改姓刘,一个改姓舒,舒庆春,老舍,很可能就是契丹人的后裔。 随蒙古军队出征的契丹人,最大的一支后裔,分布在云南宝山,大理和西双版纳一带,现在大约有15万人左右,以阿姓、蟒姓、蒋姓居多。 这些契丹人都已经与别的民族融合,不再单独称为一个民族。 那么,有没有一个单独的民族被确认是契丹的后裔呢? 有。 本世纪初,通过DNA技术,研究人员对现代人和古代契丹人的基因序列进行比较。 最终确定,居住在东北边陲的达沃尔族,就是契丹族的后裔。 这一结论,通过对达沃尔族民族文化和契丹民族文化的对比,早已被学者提出多年。 只不过这一次,获得了科学加持的权威认证,便得再无疑问。 达沃尔人、金国、蒙古时期称齐塔人,从名称中就能看出源自契丹的音变。 在俄罗斯境内也生活着一部分达沃尔人,他们居住的地方叫赤塔,同样也是源自契丹的音域。 契丹,作为一个民族的名称消失了,契丹族的血脉,却通过各种方式融入了其他多个民族。 而契丹这个词汇,也作为很多国家称呼中国的词源,长久地留存在文化当中。 历史的长河滚滚东去,卷走多少沉默的故事,但是对那些曾经风云激荡的民族,历史却从不曾忘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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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